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上面挂的那瓶酒 可是邱鲁白 对 那是酿了十二年的邱鲁白 我要了 好强的掌力 原来酱酒师里 不知我一个人会无辜啊 小师弟 不可无理 这位乃是雕楼小株一品的酿酒师 整个天气城都得人人尊称一声谢师的人物 捉摸公子 谢师 多有得罪 这位是我新入门的小师弟 冒犯了 请多多谅解 李先生新收的徒弟 难怪 这位公子出手 可是为了多久 那是我兄弟的枪 你兄弟的枪和酒 你兄弟多久失败了 必须留下一物 这是规矩 可若是我赢了你 可否将那枪和酒一起拿走 当然可以 来 用武功来饮酒 未免有些奇怪 不比武功如何 那比什么 自然是比酿酒 什么 这人疯了吧 跟现实比酿酒 不自量力 就定在本月十四吧 到时候 我会带上我的酒来雕楼小株 也请你们备好雕楼小株最好的酒 以及天启城最优秀的品酒师 然后 我会带走那赶枪 还有那瓶酒 狂妄小儿 你可知道你在说什么 就算你是李先生的关门弟子 也不能狂妄到如此程度 其实 小师弟入天启城之前呢 也学了十一年的酿酒书 我学了四十年 得嘞 好酒可品人间百味 少年的烈 中年的温 老年的醇都不一样 也不见得谁学的酒 酒一定赢得过我 那就恭候大驾 那就恭候大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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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